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着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2月19号 这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的事 恒大爆雷以后啊,我们一直在跟踪融创碧桂园他们的状况 而且我们也得出结论,如果政策没有大的调整 那么融创碧桂园势必也要爆雷 只是早晚的事,这点大家都很清楚 那么今天呢,我们聊一聊碧桂园 聊碧桂园之前,我们先聊一下融创 插播一下融创 这个融创啊,网上已经传出来了 它的这个上海的商票到期兑付不了 上海这个是一线城市啊 在上海的项目,商票如果不能兑付的话 那么说明它的资金严重短缺啊 加上马上就要到期的这些美元债务 说明融创啊,实际上已经爆雷了 只差官宣了 我觉得融创可能很难扛过二月份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今天我们主要聊的是碧桂园 碧桂园我们也聊过好多期了 碧桂园在民营房企里面算控制的还是可以的 因为它的这个管理啊 它的这个一招先叫高周转 有个了解的人都知道啊 碧桂园的高周转是很厉害的 它的很多地方拿地到封顶半年 有的可能还更短 这是什么速度啊 它赚的越快 它的资金的使用效率就越高 它的风险就小 对吧 它毕竟项目握在手上时间短啊 高周转 依赖于它的这个组织体系 像碧桂园这样的啊 这个周转率这么高的 然后呢 2021年 他们口号是要销售到8000亿 但是最后是7000多亿吧 反正还差了很多 这么高周转啊 要这么高的这个销售额 实际上依赖于它的组织体系 这就说明他们组织体系啊 这个压力是很大的 崩得很紧 碧桂园一直以来啊 对内这个管理是非常严 员工的压力很大啊 有的时候啊 说单天出图纸 要不然它怎么能高周转呢 它每个环节效率都高 这样势必给员工的压力很大 这个大家都清楚 那压力这么大 为什么在那干呢 法庭展介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叫什么 生不尽恒大 死不尽融创 生死不尽碧桂园 好像是这么说的啊 我不一定记得对 那既然压力这么大 为什么还在那干 很简单 给钱啊 对吧 给奖金啊 给的高 哎呀 那个就累就累一点 加班就加班 一天出图纸 那就一天出图纸 拿的就是这份钱 干的就是这份活 但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碧桂园 他也出事了 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碧桂园的员工 发起了春雷行动 什么叫春雷行动呢 我们平常听的春雷行动 都指的是什么公安机关啊 解救什么 被拐儿童 或者是打击黑恶势力 类似的 这叫春雷行动 结果这个碧桂园员工 发起了春雷行动 我们看一段视频 这个事情是怎么引发的呢 实际上是碧桂园 赞助了一个春晚的这个 元宵晚会吧 结果 很多员工啊 就在下面留言 你工资不发 奖金不发 年终奖拖着 还要裁员 这么对员工苛刻 是不是你没钱吗 没有钱 大家还能理解 员工也不是那么 眼皮那么薄 对吧 眼光那么短浅 公司没有钱 那大家一起扛一扛 叫供客时间 员工还是有这个格局的 但是你没有钱 你却跑去赞助春晚 给自己打广告 脸上贴金 这个员工就受不了了 一下就炸锅了 对吧 你有钱去赞助春晚 没钱给大家发奖金 发工资 这叫什么事啊 所以员工啊 一下就炸锅了 开始马上行动起来了 先是在那个留言 留言留着留着 就有人沾楼 组建群 说这个群啊 一下就500人满了 后来就扩大到2000人的群 主题就是讨薪 所以他们有了个名字叫 碧桂园 什么最美讨薪记 而且这个一下就上了热搜 因为人多啊 人多力量大呀 有人负责文案 做这个广告图片 有人到这宣传 总之一下 这网上就散开了 上了热搜 大家都知道了 哦 原来碧桂园也千辛啊 碧桂园这么浓眉大眼的 在民营房企里面 是藏得最深的 感觉最稳的 结果原来你千辛 实际上我把这个内容仔细看了一遍 倒不是碧桂园欠薪 好像他薪水还是在发 说欠薪呢 不准确 但是你反过来说 这些房地产企业 民营房企 大家心里有数的 他更多的员工的薪水啊 靠的是奖金 年终奖 也他平常的薪水 可能并不高 这我在以前的这个 视频里给大家介绍过 他们 如果只算基本工资 那可能就五六千 七八千 就这么一个数 如果把你的社保啊 五千一斤扣掉 拿到时候可能就是五千块钱 甚至四千都有可能 但是呢 你干得好 年终奖一下给你奖励一个十万 哦 那你就下那一个月 两万块钱一个月 这就 这个待遇就是很不错的了 对吧 所以他们大头啊 都是什么绩效奖金 季度奖 年终奖 各种奖金 但是基本工资 可能是不高的 所以说碧果园再没钱 职工的基本工资 肯定还是要发的 但是呢 大头 奖金 绩效 就一拖再拖 没钱吗 然后目前房地产这行情 对吧 销售出入冰冻期 所以碧果园 也在做人员优化调整 什么叫优化调整 说简单一点 就是裁员 对吧 他用什么词 我看他用的好像就叫优化调整 不像恒大啊 用的什么充实一线 不像阿里巴巴说什么 像社会输送人才 华为叫淘汰缺乏男性的员工 等等啊 就是裁个员和五花八门的 编很多词出来 一个公司裁员是正常不过的现象 尤其在现在的这个经济行情下 经济状况下 没什么无可厚非 发展的不好要裁员 太正常了 但是你裁员 你就按劳动法 老老实实在裁 不要苛刻 我在前面也给大家介绍了 实际上这碧果园的员工啊 不轻松啊 压力很大的 别看拿到点工资 都是当天出土址啊 高周转啊 那是建立在对人最大程度化的压榨上 榨干榨尽为止 对吧 把人当工具来用 那么你的奖金发的够 发的及时 大家都能忍 但是你的奖金拖不发 然后你还拿钱去赞助什么冲碗 这个员工就熟可忍 省省不能忍 所以员工就一下爆发了 你平常压的有多狠 它爆发的就有多狠 加上裁员 没有人性化的裁员 给员工算小账 苛刻 很多民营企业啊 裁员很不地道 远远没有 相当于什么撤离中国的外企啊 裁员 那么人道 至少人家表面文章做的让你没什么话可说 甚至有人说叫恶意补偿嘛 就是那个佳能 人家撤偿 很多人攻击它叫恶意补偿 先补的多了啊 变相抬高了这个裁员成本 那碧桂圆裁员怎么裁呢 人家也是很人性化的 让你二选一 什么叫二选一啊 就说第一个 你是要补偿金呢 还是要年终奖 这个这两个只能选一个 你说我要补偿金 因为补偿金多啊 年终奖不知道多少 补偿金我算 我一个月啊 两万块 我这干了几年 对吧 你得补我N加一 这劳动法规定的是N 但是我给你扯一扯 扯到N加一 他会算账吗 这是确定的 对吧 基本上他一算 补偿你能给我五万 年终奖是多少呢 不知道 年终奖也可能是五万 也可能两万 那很多人就选 那我要补偿 补偿还有托底的 就是我要 你要给的不够 我去中裁啊 我可以劳动中裁 可以起诉你 现在劳动中裁 基本上是支持员工的 劳动中裁本身 他设立的目的 基本上就是支持员工 因为员工是弱势嘛 那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员工就选择补偿 对吧 这个就很好理解 但是碧桂员 他会 他采取个什么手段呢 你选补偿也行 那么给他的这个 离职通知书上 他就会写上一句话 就是这个人呢 是优化调整掉的 简单点说就是 被裁掉的 这个大家知道 那你拿着这个离职通知书 你到下一家找工作 是不是受影响 下一家 你再去万科 面试 万科说你离职通知书呢 对吧 拿来一看 你是被踩掉的 优化掉的 能力不行啊 是不是就 你拿着离职补偿金的 你找工作就不好找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 这个碧桂员 尽在这上面 给员工 使小心眼 不人道 这也加剧了员工的反抗 因为很多员工都知道 去年 8000亿销售目标没有达到 没有达到 实际上这个碧桂员 他的先进流就紧张 本身先进流紧张 加上销售目标没达到 那肯定大家的这个奖金啊 肯定是缩水的 什么年终奖 估计是相争性的发一点 那大家都选这个补偿 那碧桂员就给你试半子 实际上去年自9月份 恒大爆雷以来 碧桂员的员工啊 实际上压力也很大 对吧 工资啊 一降再降 奖金也是一降再降 但是呢 工作量可不降 是要增加的 压力更大 要卖更多的房子 对吧 这样员工的满意度啊 肯定越来越低 员工的怨言啊 越积越多 所以员工的情绪啊 就像一堆干柴 对在一起 就缺那一点点火星 一张火 就熊熊燃烧啊 就把一个浓眉大眼的碧桂员 毫无征兆的 送到了热搜上面 而且是负面的 讨薪 那么接下来影响 大家就知道了 你员工都讨薪了 说明你资金紧张啊 那下面的供应商 就赶紧要钱了 打电话了 对不对 我们的钱 什么时候付啊 银行 还敢给他贷款吗 你们都欠薪了已经 他毕贵源再去发债 再去融资 这些投资人 都要打个问号了 所以这就更加加剧了 毕贵源的资金 短缺的这个状况 对吧 还有一点大家清楚 毕贵源它主战场 是在三四线城市 那今年春节期间啊 一月份 这个整个房地产销售数据 我也给大家说了 毕贵源 它的降幅是最少的 它降了10% 但是 它的那个房价的降幅 就平均销售价格 降幅是最大的 说明它在 疯狂的打折卖房 回笼资金 这样 它的销售额还下降了 说明它的资金状况 非常的紧张 再加上三四线城市啊 目前销售 应该是进入冰冻期了 就是卖不动了 你再打折 人也不买 你要一二线城市啊 你打折 打个七折八折 说不定还有人要买 你毕竟钢区在哪 但是三四线城市 真的是没人买 所以啊 这个 毕贵源的员工 发起什么 最美讨薪计 春雷行动 这个是 推倒毕贵源的 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后面 会爆出更多的啊 什么债权人讨债 商票没法兑付 它的理财 开始延期 等等 这些负面消息就要出来了 再加上 它交房的 房屋质量 有问题 因为高周转下面质量很难把控啊 对吧 不敢说就都有毛病 但是有毛病的 就质量差的 不达标的 肯定要比那些 融创啊 旺科啊 肯定要多一点 对吧 那么房价涨的时候啊 这些小毛病啊 投诉 起诉 维权的人少 因为房价在涨啊 你好不容易这个抽签 中签了 买一套房 对吧 这点小瑕疵 你还要退房吗 退房别人抢走了 所以说维权的少 但是现在房价不涨啊 而且还在跌 那你说我买了这个房子 这儿还有点小毛病啊 对吧 那儿毛病 他能不去维权吗 所以说房价这一跌 或者不涨 这个房屋质量 维权的人会越来越多 然后就指责这个碧桂园啊 是黑心开发商 这个在网上很多照片都出来了 维权的啊 就是说房屋质量的 我们过来谈事 也不要拍视频了 所以接下来 第一个员可能是四处着火啊 到处扑火 这个让咱们想起了 这个恒大爆雷 对吧 恒大为什么爆雷啊 为什么融创没先爆呢 就是因为恒大是内部员工啊 造访起义 对吧 因为恒大理财不能兑付 他理财主要是自己内部员工啊 内部员工啊 带着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 买着理财 然后呢 内部员工找着业主买着理财 这些业主呢 对付不了 都拿着刀啊 去找这些员工 理财顾问 对吧 所以这些员工啊 就非常关心这个理财对付情况 他们一听说啊 集团公司把钱回来了 但是他不付这个到期的理财 他反而就去付什么保交楼 要去盖房子 咱们这个钱到期了 他不给 这个员工是第一时间知道啊 因为包括这个恒大财富的这个 负责人杜亮 他也有钱在里面 对吧 包括恒大集团的财务 人家也买了很多恒大理财啊 对付不了 那你把这明明有钱 你不给大家到期的理财去对付 你反而挪到那去给供应商付钱 保交楼 你说这员工能答应吗 而且这消息你也隐瞒不了啊 一下就在群里传开了 那么第二天第三天员工 全国各地的员工发就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维权行动 这样就把恒大这个盖子一下就揭开了 恒大就正式爆雷了 想误都顾不住了 如果不是内部员工揭发去维权 恒大这盖子还继续误着 误到什么时候呢 还指不定是融创先倒还是恒大先倒 这还不好说呢 你数了吧 人家也有很深的人脉资源 对吧 那也捧眼还是很多的 互相遮遮掩掩 对吧 互相抬抬轿轿子 说不定他扛的时间 比碧桂园 比恒大 比融创还要长一点 所以说 从爆雷的方式来说 碧桂园走的是恒大的路 那是相当凶险的 是内部人爆雷 是员工爆 那指不定这两千多员工 现在还在扩大 这员工 指不定还爆出这么新的雷出来 对吧 把公司的什么东西都爆出来 恒大不就爆出了 那个公司的领导出行 帝王班的享受 这等等啊 真真假假 那么碧桂园也会爆出很多 丑闻出来 既然 恒大 碧桂园 员工能爆 那么融创的员工也会爆 所以说 我觉得接下来啊 融创 有可能员工也跳出来 反了 不想忍了 接下来看碧桂园 怎么安抚员工 对吧 毕竟啊 员工的工资 虽然他人比较多 他就是十几万人吧 不到二十万人 这个奖金啊 工资啊 说多不多 说少也不少 年终奖 按平均一个人五万来算 他也要一百亿啊 你说多呢 跟碧桂园这么大盘子比了 他不多 对吧 他收购这个什么 中粮物业 二百二十亿就掏了 你说少吧 哪家公司 一下掏一百亿现金出来 发奖金 也不容易 对吧 所以说 这个钱不多又不少 碧桂园很难办 怎么把员工稳住 这是个问题 但是不管你稳得住 稳不住 总之你伤疤已经揭开了 盖子已经揭开了 再盖上去 很难了 所以说碧桂园 已经向爆雷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本来还说他 还要拖一拖 等到别人都爆完了 他最后再爆 哪知道 也是中看不中用 绣花枕头 叫金玉其外 败蓄其中 所以说这个 荣创呢 实际上也爆了 就等着官宣了 那这个碧桂园 什么时候爆 我觉得也快了 咱们拭目以待 好 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